到底什么是飞蚊症 是不是好像蚊子在眼睛前面一直飞来飞去 所以叫飞蚊症呢 飞蚊症是有个蚊子在那里飞的样子 我还记得我最早接触飞蚊症 是在我这个在做研究工作的时候 我们那个单位里头有一个人 他跟我说我已经有飞蚊症了 他当时年纪只是比我大概一两岁而已 他就说我有飞蚊症了 我是什么样子叫飞蚊症 他说我看到前面好像有个蚊子一样 啪打秒了一打又不见了 所以飞蚊症又被叫做一种幻觉 就是看到有蚊子在那里飞来飞去 其实就是飞蚊它就是在这个玻璃体里头 有一些剥落下来的 例如血管 血球或者其他的一些细胞 那我们看起来它一团一簇的这些东西 就有点像飞蚊的样子 这个是一个眼睛的解剖图 在这个里面这叫玻璃体 外面这水晶体 这个地方是视网膜 而这视网膜上面呢 有可能有一些血管剥落下来了 或者血管里头的血球剥落下来了 或者上面的这些个 所有的这种上皮组织掉下来了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形成了像这样子 形成像这样子有的时候看到有点点的 有一丝一丝的或者一个圆形的 而圆形的呢假如你好好的看的话呢 那个圆形的东西啊 它就有点像我们在显微镜底下 看那个红雪球的样子 哦 是哦 所以那就是红雪球掉下来了 那一丝一丝的呢就有点像血管一样 可以看得到有这个外头的壁里头的这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血管 血管跟这个血球啊掉下来了 那所以我们看到都 诶 假如说很小你看不见 但是它成一触一触的时候 你就看得见了 但为什么这个譬如说血管会掉下来 这些结晶 然后这些血球会掉下来 是因为我们的细胞不管什么 随时都在脱落 例如说我这样子抓一下 新生代谢吗 对 新生代谢 它就是会掉落下来一些东西 那一般人是可以化掉是吗 对 大部分都会化掉 可是呢 人由于年纪越来越大 比较老化了一点的话呢 那么这些东西掉下来了以后呢 它积在那里 它又找不到地方出去 例如说我们这个眼睛里头 在这里面一定有哪些地方 有些空洞它可以掉出去 可是它掉不出去 那这个时候呢就在里头积的很多 而且它还随着你的眼睛动 它就随着在那里 好像也跟着漂浮在那里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是一个蚊子在那里动一样 所以我们正常人 如果年轻的话 它可能就新生代谢就没了 对 就有的时候 是因为老化所以它新生代谢比较慢 就流传了 对 就是这样 对 没错 可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那么年轻的时代 那个时候我的同事不过是30多岁 还不到40岁 但是他已经看到有这样子的绯闻了 表示说他的眼睛开始老化了 到底遇到了这种东西 我们该怎么来处理 而且处理起来有效 在临床上呢 我曾经很早以前看到有这样子的报道 他说摇头 后来呢自己也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时候 我就找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怎么样呢 把眼睛这样子摇的时候 在摇头的时候呢 你看着那个所谓的飞纹 你要自己看自己的飞纹的地方 对对对 你假如说你看到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你就一面摇 一面看着那个东西 你不是说它会跟着你晃吗 对 跟着晃 但是呢 你看着它 它也跟着晃 那就被摇到了一个往下沉的一个状态了 它往下沉的时候呢 你知道你的这个眼球底下这个地方 你怎么知道它里头有些什么结构 当然我们在解剖学上好像没有这样子是说的 可是呢 很可能在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有一个小沟啊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你这样子一直看着它 然后它就它在沉沉沉沉沉淀到那个地方 在一个非常机缘的非常很难 就是不一定能够找得到 但是偶尔的找到了 就掉下去了 所以就好了 就好了 所以我想到这一招呢 我就说我来试试看 真的有这个效果 因此呢 我就跟我的病人也这样讲 结果有一些病人 他就跟我说 因为我在电视节目的时候 也偶尔的会说一说嘛 那结果有一些病人 他跟我说 真的就不见了 这还挺妙的 这样左右晃晃 然后他就 不过这在逻辑上是可以想得通的 对 逻辑上我可以想得通 但是是不是真实如此 因为我没有做过眼睛的这个解剖 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讲 一定如何如何 是 是 但观众朋友没有关系 反正摇头也不伤害什么 反正我们如果有绯闻症 如果把它摇到不见也挺好的 对啊 就是这样子自己治好自己 而不要说 你去找中医 也要花很长时间 你去找西医了 就是开刀 但开刀是不是一定有用 现在不知道 刚才讲的是这个摇头 摇头都有帮助 那假如说 你现在用一个眼球的这种上下 或者是左右 或者是转圈圈的运动 其实也有帮助 我记得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 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以前有一位医生他讲了他让他的患者学习用这个眼球的这个运动之后呢 还挤眼睛结果把白内障治好了 我的病人当中也有告诉我真的治好了的方法 但是呢也有的人告诉我肺温症减少了真的可以用 我在这个地方呢再分享一下这个做法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你看眼球要运动你知道吗这眼球我像我现在这样子运动并不是很方便的 你说这样转圈圈吗 对对转圈圈 也许你的眼睛比我的齐灵活生你立刻转动了 可是我自己也转不动 怎么办呢 我们有一个办法 就是拿一个A4的纸 拿个A4的纸你可以在这个四角呢 你从这里这样子顺着圆 顺着这样子看四角 这就是一个方法 例如说我在左上角先看 看左上角 很快的就移动到右上角 再移动到右下角 再移动到左下角 这样子的话你从这里看到这里再看过去 这是一个叫做顺时针好了 那假如说你反时针呢也可以这样做 好我那位朋友他在这个节目里头就讲了 他说你这样子转的话呢转14圈 左转14圈右转14圈 然后呢再把眼睛用力挤一下子 闭着眼睛挤 对的确这是很好的一个运动的方法 我们可以拿着这个A4的纸呢 我就这样做给你看 就这样你看这边这样子看下去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你的眼睛打顺 就打圈的时候打得非常的顺了 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就是不断的去转我们的眼睛 就是活入我们的眼球里面 对还有甚至于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叫做白内障 一个叫做老花烟那么它都是在这个玻璃体里头或者是其他地方的一些个病变嘛 它都由于这样子的动作它可以改善 是那讲到这个是不是眼球还有眼球周围有哪些穴位暗暗也可以帮助 穴位按摩呢就跟我们治疗近视老花或者其他的这些病情是一样的 就是保健 对保健 例如说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的眼睛上面啊 在眉头的中心 还有下面这个就是等于说眼睛的正四方 有几个穴道正四方的上面叫做鱼腰 下面叫做承气 左右一个外面的叫做童子料 里面的叫金鸣 还有眉头上的这一个穴叫做战竹 这几个穴道都是很好用的穴道 你常常按对于近视有帮助 对于老花也有帮助 对于这种非纹症也有帮助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手上面也有几个穴道 这手上就是属于筋外穴穴 也就是说它不属于刚才讲的这些正经的 它就是在大拇指 大拇指的这两边 一个叫明眼穴 一个叫凤眼穴 一个叫大骨抠 你就把它可以常常这样子压按一下 都能够帮助缓解 这里呢我还再提一个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为了这些病情 它常常是造成眼睛的压力大对不对 有一个穴道可以帮助把眼睛的压力减轻的 就是像这个脖子上面的 叫做风池跟风腐这些穴道 这些穴道呢我们平常是用来减轻 这个血管里头的压力 叫做血压对不对 那其实呢它也可以使得脑里面的这个 整脑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等于视觉的最综合区 所以呢视觉上面 你看得不清楚的时候 也容易造成视网膜的这种压力 因此呢你常常按摩一下 这些穴道可以对于视觉有帮助 而且因为视觉变好了 所以这个绯纹症呢就会减少了 是那讲到这个风池怎么取血呢 风池的取血的方法是 它是在这个耳垂的往上进去 可以摸到一个很大的洞 就这个穴道 对就这个穴道 那风腐呢就是头跟这个颈椎 相交的这个中心的这个点 叫做风腐 就是有一个好像也是有一个结合的地方 对就是 那这个风池风腐呢 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 按摩可以使得人血压 它也会降低 我的一位这个老医师朋友 他跟我讲的 他说在这个地方呢 假如说当时你的血压很高的话 也可以用刺破 流一点点血出来的方法 但是这个还是要找专科医生 才能够治的 就刺一流出一点点血来 血压马上降下来 我还有一个穴道也很好用的 就是尺泽穴 因为在临床上面 我常常交给我的病人 那么用这个尺泽穴呢 你这样压按到了尺泽穴以后呢 你这样摇动 你会发现到这颈脖子也会放松 所以呢这样子也可以使得眼睛放下来 那这个尺泽穴它是肺筋的穴道 但是它跟这个眼睛 我们平常会说没有什么关系呀 但实际上呢 它是把这个这边的肌肉 就是这个尽脖子这里的肌肉给放松 那么它主要的通过的原理 就是说因为背部这个地方 有膀胱筋的所谓的背书穴 背书穴就是在心的背边的叫心疏 在肺的后面的就叫做肺疏 那这个肺疏穴 它常常就主宰着膏肓这一条肌肉 以及这个近脖子的肌肉 所以呢你在这个尺泽穴 常常压按的话 可以使得肺疏被舒缓了 其实这里的所有的这些神经肌肉 也都给舒缓了 那么尺泽穴要怎么取穴呢 尺泽穴的取穴的方法很简单 只要手心向着天花板 在这个手肘弯弯横纹上 大拇指这条线上 这一条吗 对 是的 大拇指这条线上 手肘弯弯的横纹 你在这个横纹这样子压按 只要轻轻压按了会有一点酸酸痛痛 然后动一动颈脖子就知道了 立刻颈脖子就可以放松下来 左右都是 对 左边管左边 右边管右边 所以看哪一边比较不顺就对 对 甚至于你压到的时候你还可以把这个肩胛也往上 是一边压一边动吗 对 一边压一边动 使得这边的血液循环好了 好像是有一点感觉 对 就是如果睡觉没睡好也可以这么做 是的 刚好是落枕的地方 很多人落枕的时候 就是这个风扶风执这个地方被压到了 不仅是对我们的落枕有效 对我们的眼睛的放松也是很有效 在食物上有没有哪些的营养素质 其实是帮助我们减缓这个肺蚊症 有点减缓老化 应该这么说吧 它其实就是等于说保养这个眼球 要眼球里头的这个 不管是上皮组织也好 神经组织也好 它就不会老化 或者说不会这种新陈代谢的过度的旺盛 那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在现代的医学上面来讲 什么β胡萝卜素了 鱼干油了 或者是DHA了等等 就有它的帮助 而这些东西呢 我们来看 有一些水果倒是蛮不错的 对 而例如凤梨 凤梨呢 它里头有所谓的凤梨酵素 对不对 凤梨酵素是可以溶解蛋白质的 例如说你把凤梨跟这个肉腌一腌 那个肉呢 特别的会软嫩好吃 有一道这个菜叫做固老肉 它就是用了一些凤梨 那就是让凤梨酵素使这个肉呢 它的蛋白质被分解 那同样的 它可以分解那个蛋白质 当然我们眼睛里头的 这些个血管或者是这上皮组织等等 也都可以被它 因为它的酵素而改善 除了这个以外呢 像五花果也是蛮不错的 五花果对眼睛是有帮助的 对 五花果里头也是一样 含有相当多的酵素 或者说是维生素之类的 同样的木瓜里头含有这所谓的胡萝卜素 而现在所讲的胡萝卜素呢 常常讲的叫β胡萝卜素 它其实就是叶黄素的一种东西 跟维他命A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一种维生素 木瓜里头跟这个凤梨一样 它也有一种专门消化这个蛋白质的这种酵素 所以其实这都是酵素的感觉 对 酵素的作用 对 没错 所以这些水果我们可以多吃 可以常吃 可以常吃 对 OK 那所以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到底一般人有非纹症 要不要去管他 要不要就医啊 是这样子 假如说一点点你就是刚才摇摇头 一两个的话 太多了你怎么办你一定要找医生 有些还会问 就是说因为我有听过 就是有些人他刚开始有非纹症 他可能没有理他 突然间感觉怎么 好像有点视网膜剥离的概念 所以它会不会严重的话 它就影响到其他的一些病变 对 这个视网膜剥离 就这个视网膜它就这样子 就从这个地方视网膜这里掉下来 那这样一掉下来的话 就是拨开来了吧 那这个是很麻烦的 所以这个在西医的方式 它多半都会用镭射的 因为镭射它也有一种 所谓的热镭射 可以使它这个伤给补起来 也就是镭射可以使得这个东西 它的伤逐渐的被处理掉了 那这样子的话 可以使得它不再更严重 所以现在的医学在研究这个非纹症 就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人 他特别会产生这样的症状 有 假如说是这个深度的近视 例如说我自己本身以前也有近视 但是我的这个近视是非常浅的 所以在这方面不会感觉到 但是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 那个眼镜戴的这个非常厚的眼 那这种他看东西已经发生问题了 而且经常的这个眼睛会压力大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 就是眼镜度数包括了近视或者是老花 还有呢就是曾经受过伤的 例如说这个车祸啦什么东西撞到 撞伤了的时候 那也容易造成视网膜上的一些个问题 当然了还有就是甚至于做过手术的人 是吗 例如说现在流行的这种近视啊 或等等的这种手术 这手术呢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它可能会造成了一些 里头流一些东西 那也可能造成了 那么现在呢假如说真的遇到这些 好了我们现在的西医方面呢 也有很多的研究 包括了像是说吃点这个鱼啊 尤其深海鱼啊等等等等 就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它里面含有的那种 什么DHA之类的 这种油啊 那这些东西呢 跟维他命A啊维他命D啊 还有就是什么这些 都有它一定的作用 为什么它可以使得你的血液比较轻 让这个血液的这个修补能力比较好一点 大概就这样子 谢谢你 谢谢大家